再看到是一只国际保育类的西伯利亚白鹤兼凌晨 是被民众发现它停留在凶山火车站前面的广场 这只西伯利亚白鹤疑似就是因为迷途体力耗尽 疲惫地在火车站前广场休息 民众报案后就请来了北市动保处来处理 动保处人人是一毯子包袱将它带回 在给它医疗照顾之后等就了白鹤状况稳定后 要送往金山野放 跟先前来台停留的金山小白鹤一同坐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